現在我正在等我的早餐 因為是8點半才開始 所以我們早了一點點來到 早餐也有很多選擇 其實也不是太多選擇 有幾款,我也是英文早餐 特別是有不同的腸 我決定選擇 我正在想選擇 早餐還有多款穀物、水果、果汁 和新鮮乳酪給你自己拿 這就是全套的傳統英式早餐 除了常見的早餐配搭 還有比較油膩的雜方包 Lightsey Firebread 和豬血膏 這兩樣我都不太習慣 吃完早餐 我們便搭一日一班巴士 去Biberry 我們現在上了巴士 準備去Biberry 大約40分鐘便到達Biberry 來這裡 來這裡最主要是看看 被取景印在英國護照上的 Ellerton Road 這陣子原本是十四世紀 建成羊毛商店和羊毛工人宿舍 後來因為做了英國護照的相片 而成為Codwars的熱門打卡點 其實實際上沒有什麼特別的 我想來這裡最吸引的地方 就是感受一下英式香川之味 原本打算四處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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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 又馬上衝進附近但現在都可吃了 我叫了英式鬆餅和英式茶 鬆餅配�1000 b ede 真的很好吃 配一杯暖妒的英國茶 真的很 check 因為上午只有一班車回 Bolton 所以未等到停雨,我們便乘車離開 回到 Bolton 大約兩點多 雖然不太餓,我們都去了吃午餐 我們叫了 Codwars 出產的樽魚試試 其實樽魚和三文魚好似,味道都不錯 大家不要太驚訝,我們今晚是吃中餐 其實在這裏是沒有選擇的 要不吃西餐,要不吃這間唯一的中餐 你不要看笑,這間中餐都坐滿了鬼佬 很多人吃 而且性價比很高,13.8元又不吃 香烤鴨,但我猜不到原來是鴨絲 我以為是來自北京田鴨 它就像北京田鴨一樣吃 就有這個... 就有這個春捲皮 接著要配這些... 這些...洋蔥的東西 捲在一起吃 說真的,這些煮給外國人口味的中菜 其實真的一般 今天終於是大晴天了 我們看到天氣這麼好 就嘗試一下由民宿一路走去Lowas Lafter 根據Google Map的路線 沿途經過一些牧場 大約走一個小時左右就到了 來到Lowas Lafter 這裏是比Bolton更寧靜的小村莊 可能因為天氣好 這個村莊真是美得像童話世界入面 真是不捨得走 問了當地人 原來這裏有一條徒步小徑 只需要半小時就可以走回Bolton On The Water 但這條路連Google Map都沒有寫 我們決定搏一搏 幸好讓我們順利回到民宿 嘩,更快我們就乘火車去倫敦 我們住的酒店 就是在Patterton車站走5分鐘就到的Toon Hotel 倫敦的住宿櫃就是人都知道 這間酒店以Budget Hotel 建稱 我訂的價錢一晚只是港幣775元 在倫敦鬆溫的住宿來說,算是非常划算 預訂這裏,給大家兩個提示 第一,要經Hotels.com 訂 若非WiFi 和風筒,保險箱也要逐樣計算 第二,要訂雙床房 因為雙床房的房間面積大於大床房 20% 放下行李休息一會 我們就由酒店步行15分鐘到海德公園 星期六的海德公園,很多人在這裡散步蛙船 還有很可愛的蟲鼠 晚餐我們就去了Ostford Street附近的Burger & Lobster 記得預時間等位 我們等了40分鐘才可以入座 來這裡最主要是吃三晚龍蝦 20磅一份,有圓隻龍蝦配薯條和沙律 我們選擇了圓隻蒸的方法 果然是最能保留龍蝦的鮮味 真是鮮嫩蛋硬 是不是很好吃?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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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